其實大部分的人到了一個年紀 包括到這個年紀 就有時候會有一些蹲久了 起不來 或是關節有一些聲響 但是這個有聲響 如果沒有疼痛的話 其實它只是一個 告訴你說機器可能有一點老化 但是它這個時候其實是堪用的 不會有什麼問題 以關節軟骨磨耗的程度來講 一般我們分成四級 第一期大概就是有一些症狀 我覺得怪怪的 但是好像 又沒有了 那第二期它有時候會有關節發炎 腫脹的情況 那這時候 反而病人會比較痛一點 那到了第三期 第四期 如果它 膝關節沒有什麼樣的特別不穩定 有時候病人的痛覺 反而沒有第二期那麼明顯 所以並不是越嚴重的起訴 患者就會覺得更不舒服 主要是看你的關節有沒有穩定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有沒有一些發炎的狀況 一般在決定患者要不要手術 通常是看X光的表現 然後看他的臨床症狀 一個患者他連休息的時候都會痛 不動的時候也痛 那這個時候當然就比較需要 骨客的手術介入